今天我们要讲第一个主题 叫做耶和华的恩惠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心里密度有一个故事 叫做蒙恩的时刻 说到有一部电影 叫做麻雀变王妃 这个女主角佩琪 她是来自美国乡下的 一个平凡的女孩 家里有一座牧场 可是她却向往成为医生 所以她就很努力地 读书考试 终于如愿地考进了 威斯康辛大学的医学院 身为大一的新鲜人 她精力充沛 刻余时间她会去打工 放假回家 她会帮忙家里的农场的琐事 也会去挤牛奶 而同时呢 有一位英俊帅气的丹麦王子 爱德华化名为爱迪 用平凡的身份 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就读 成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生 那跨越了大半个地球 爱迪跟佩琪 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就在这校园相遇了 一个是美国乡下的姑娘 坚强又有个性 那另外一个呢 是风度翩翩的王子 她见过无数的漂亮美女 是她就偏偏对佩琪 一见钟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当然 故事发生就来产生一个麻雀变风凰的幸福故事 但是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呢 引进了一个主题 上帝正在为你预备一个蒙恩的时刻 使你的人生有新的突破 转机 有新的恩典要领到你 请弟兄姊妹听进去 在这新的一年 奉主的名祝福 上帝正为你预备一个蒙恩的时刻 使你的人生 今年2019 就有一个新的突破 有新的恩典要领到你 那圣经呢 也有一个麻雀变凤凰的美丽爱情故事 那南阿弥因为饥荒的关系 他就跟着丈夫两个儿子 来到了移民到摩亚这个地方 没想到几年之后 他的丈夫跟两个儿子都相继过世 那南阿弥呢 就痛苦地带着他的媳妇回到伯利恒的老家 而哪有想到这个路德竟然遇到了 当地的大财主波阿斯 波阿斯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士 而且尚未娶妻 很显然的 波阿斯的眼光非常的高 而路德呢 是一个外邦女子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外籍新移民一样 又是一个贫穷的寡妇 这两个人背景相差太多了 门不当户不对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 波阿斯可以做个善人 这个施舍一点米 或者是对这个路德好一点 这就可以了 可是上帝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 竟然让波阿斯爱上了这位心灵 美丽的路德 取他为妻 当然 从此 拿尔米 路德这对婆媳的命运 就完全的改变 这是拿尔米 蒙恩的时刻 是路德 蒙恩的时刻 弟兄姊妹 这也是你我蒙恩的时刻 圣经说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 耳朵没有听见 心里都没有想过 弟兄姊妹 请你充满了期待 今年神要做新事 是你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在你生命的里面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 最大的一个信念 因为我们有上帝 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着 神正在为你预备 为你预备新的一年 新的契机 拿尔米想都没有想过 怎么可能 一个死了丈夫 又死了儿子的老太太 在那个年代 还能够有什么未来 或许当中有人 你正向拿尔米想 我有什么未来 像我这样的背景 像我这个年纪 像我这个样子 能有什么新的 弟兄姊妹 上帝没有不能做的事 哪有想到 上帝不只要拿尔米活 而且他活得美好 活得充满期待 上帝给他和他媳妇路德 一个大大的搬转 给了他一个美好的结局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今天 上帝要坐在你我身上的 不管你的环境 多么的糟糕 多么的绝望 即使看起来多么不可能 但在上帝 没有不可能的事 无论你走到哪里 上帝的手要拉你一把 使你比众人更尊贵 你要得到重要人士的提拔 当你相信上帝的恩惠 你就会看见那美好的事 蒙恩的时刻 就要发生在你身上 听好来 如果你相信神的恩惠 你就会看见 那美好蒙恩的时刻 要临到你身上 这就是牧师 为什么今年一开头 要从上帝的恩惠 来开始讲起 那恩惠恩典这个词 在圣经里超过一百多次 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让他太书是说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这是保罗最多的问安词 保罗对弟兄姊妹 最多的问安就是 愿恩惠从神领导你们 启示录最后一章 基本是最后一节 他说是全本圣经的结束 他说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你们同在 圣经结束在 保罗最多的问安是恩惠 圣经整本结束在 神的恩惠里面 诗篇二十七篇说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什么 耶和华的恩惠 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什么 他在活人之地 得见了什么 所以耶和华的恩惠 是可以见的 所以弟兄姊妹 恩惠不是别人的 耶和华的恩惠 是可以见的 是我们的是可以得到的 看完今天我们从这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 你要进到耶和华的恩惠 你也要说主啊 我信 我不信 我若没有见耶和华的恩惠 我就会上胆 2017年 2019年 你凭什么往前走 大卫说 我是凭着耶和华的恩惠 而不至于上胆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耶和华的恩惠 他说我早就上胆了 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你今年新年一开始 你要在耶和华的恩惠底下 我们下面来看两个圣经的例子 第一我们看亚伯拉罕 神以恩惠环绕他 凡属上帝的儿女都要见耶和华的恩惠 而亚伯拉罕一生更是上帝用恩惠环绕他 正如诗篇说的 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 耶和华你必用 下面一起来赌篮 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欢 丢子美 在古代盾牌就是一个保护 你的人生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的健康 你的身体 你的事业 什么在保护你 用神 谁在护卫你 感谢主作为上帝的恩惠 好不好 太好了 这里说上帝要用恩惠做盾牌 四面回到我们 感谢主 今天回去 你要说 主啊感谢你 我这边看到耶和华恩惠 这边看到耶和华恩惠 往这里看 因为耶和华的恩惠如同盾牌 什么 四位回到我们 而且他恩惠 不但他回到我们 他是一个盾牌 是保护我们的 上帝用恩惠 要保护你的心的一年 亚伯拉罕最明显的例子 他的妻子被夺走 亚伯拉罕到了 将来往南地 到了居住在基拉尔 然后亚比米勒 往基拉尔的亚比米勒 看到撒拉 喜欢他 就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拿走了 对亚伯拉罕 他的妻子被夺去 亚伯拉罕哭天呛地 怎么办呢 他是一个新移民 他是一个小族 跑到人家寄居 在人家 人家的王 把你的妻子抢走了 请问弟兄啊 你要怎么办 你今天跑到越南 你跑到印尼 住在人家那 就证明你一家两个人 然后老婆被抢走了 请问你要怎么样 你要跟他拼命吗 你能够做什么 在古代三千多年前 那种强盗土匪的世代里面 你能做什么 亚伯拉罕 无力抵抗 真的无力抵抗 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做 弟兄姊妹 请你注意听着 今天上帝用亚伯拉罕 这个例子 你完全无力可做的 你完全无法抗拒的 一个对方的势力 我们看上帝怎么做 感谢主 上帝说什么 夜间神来在梦中 对亚伯拉罕 说什么 你是个死人 看到没有 一个有神恩惠的人 没有人能够碰他 你有没有看到 神用恩惠 如同四面盾牌 环绕谁 亚伯拉罕 今天你要进入 这个恩惠的里面 说神啊 荣获我会碰到 亚比米勒王 是我不能抵挡的 是我胜不过的 但是耶和华的恩惠 胜过亚比米勒王 有了耶和华的恩惠 没有人能够碰你 第二个例子 我们看 寻妻的例子 亚伯拉年老了 就对他的老夫人说 你去我的家乡 替我的儿子以撒娶妻 我不要他娶当地的妻子 原因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问如何 他就说 你要去我的 我的本族 本族里面 替我娶一个本族的女子 为我以撒娶妻 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第一个 路途非常遥远 第二个 就算到了 哪一个女子才是合适的呢 就算找到合适的 人家的女儿 会跟着你一个陌生人 古代三千多年前 带着一匹骆驼 我们家少爷要娶媳妇 女儿就给 我就带走了 你是爸爸妈妈 你会把你的女儿 就这样给一个陌生人带走吗 他会不会是人口贩子 你想可能吗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几乎是做不到的事 现在还有LINE 发个LINE 印证一下 请那边的政府 发一个证书来过来 没有三千多年 什么都不是 你想 有哪一个好人家的女孩 会跟着你走呢 所以根本不可能 所以这个仆人 一路走走走 终于走了老远 来到这边 然后呢 他就做了第一件事 他说耶和华 求你施恩 给我主人亚伯罕 下面说什么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 祷告还没有完 立百家 就找不来 晚不来 就这个时候 来到井边打水 然后呢 老婆人就继续祷告 他说 他要叫耶和华 刺他什么 通达的道路 没有 然后他就对立百家说 今天晚上 我们可不可以 请求能够留宿 在他的家里 没有想到 这非奔的要求 立百家竟然说 同意了 然后呢 就是到了家里以后 一介绍 竟然发现是 亚伯罕兄弟 来到的家 竟然是 亚伯罕兄弟 拿贺的家 兄姊妹 哪有那么准 那么巧的事情 所以亚伯罕这个老夫人 就做了一个祷告 她说 耶和华的事应当 称颂的 因为他不断地 以慈爱诚实 带我的主人 让我一路引导 直到我走到 我主人兄弟的家里 兄姊妹 你有没有看见 上帝借着亚伯罕 为你画出了一幅 美好人生的图画 请你看进去 今年第一几个地主日 牧师就要给你一幅图画 这是上帝为你预备 为你画出的 美好人生的图画 第一 要使你遇见好机会 第二 要赐你通达的道路 第三 要用慈爱诚实引领你 如果你愿意 你回去这个礼拜 今天下午回去 就好好把创世纪 二十四章 再重读一遍 让这个图画更鲜明 直到圣灵启示 印在你的里面 说今年上帝 这就是你给我的图画 你要使我遇见 好机会 你要使我通达的道路 用慈爱诚实引领我 约尔牧师说 活出美好的关键 在于什么 神的恩惠 第一种紫辈 这句话听就很重要 牧师常常讲 活出美好 你凭什么活出美好 你是比较漂亮吗 怎么样 你是富二代吗 还是你是比较聪明呢 还是你学历比较好 你凭什么说 你会活出美好 你凭什么说 你的家庭一定好 你的儿女会好 你的婚姻会好 你的人生会好 你凭什么说 基督徒 你凭什么 到现在 如果你还回答不出来的话 那你今天真的要 好好的听信息 悔改 好好读圣经 基督徒 我们不凭这些 约尔讲了 用最简单的话 叫凭着神的恩惠 所以这是 这就是我最大的信念 我看我自己 我就觉得 我没有什么希望 这是三流五流人才 在地上能够苟延 残喘就不错了 就像路德 像拿尔米一样 看他怎么敢想 有美好的人生呢 能够活出美好呢 穷寡妇 两个穷寡妇 看自己没有希望 看上帝充满了期待 所以基督徒 2019年 不是看你的工作 不是看你的才华 不是看你的背景 看耶和华的恩惠 这就是我们的肯定 世界上的人 用心理把则 但是基督徒 我们不是心理把则 我们基督徒 我们用的 我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有更大的因素 乃是上帝 我们有一位爱 我们的天父 这才是我们 最大的根据 是我们在地上活的 最大的依靠平安跟确据 如同保罗所说的 我们大声的来读 来 我们所夸的是 在世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这句话好不好 太好了 他告诉我们 基督徒在地上 要怎么活 感谢主 如果你要IQ250 那这一节圣经 可能你读起来 不怪怪的 像我们这个 不太聪明的人 顿顿的人 平凡的人 读到圣经 好安慰 好棒 感谢主 还好不靠聪明 因为我本来就不聪明 我想大多数人 都有这种感叹 我们不聪明 每次看到那些读台大的 我真的很想打他们 不是 因为他们真的很聪明 他们真的很厉害 像我们这个不聪明的 怎么办 还好我们有上帝 不然的话 我们永远都输他 不然我们在这世界 这没路走 我们永远都是 跟着人家后面走的 我们有上帝 基督徒 感谢神 我们在地上 保罗说什么 我们再是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我们乃是靠神的恩惠 所以弟兄姊妹 师母常常说 他什么都不会 别人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我很了解他讲的 师母真的 他反应慢不聪明 他真的反应慢 以前几年 他说他学电脑 他不会用滑鼠 有人不会用滑鼠 我就叫他用滑鼠 我说滑鼠就这样 你知道他滑鼠 我们滑就是手滑 他滑的时候是 手这边滑头也这样 我说干嘛 你的头不用 你手就好了 我说哇 你这样怎么学电脑 滑鼠在他身上 真的很不滑 真的 可是师母他 绝可以服侍到今天 他每天可以处理这么多事 带领这么大的团队 这叫做恩惠 神赐福他 给他超过他智慧 聪明 所能给的 神常给他特别的指引 给他灵觉跟直觉 弟兄姊妹 或许你有聪明 但是基督徒啊 你有灵觉吗 你有直觉吗 你有启示吗 你有亮光吗 你有一指引吗 只有上帝可以给你 所以他常常有一些超过他的智慧 所有的能够做出的判断 正确的判断跟决定 比如说 我们在建堂的世上 很起码 在所有的人 我们没有人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心里面 神就告诉他 你要开始成立建堂基金 第一笔建堂基金 就是师母奉献的 因为没有人 那时候根本没有人要奉献 也没有人要建堂 可是师母里面就知道 有一天我们会要建堂 所以弟兄姊妹 当年我们买美丽华旁边那块土地 21亿 哪来的钱 我们第一笔付出的头 第一笔 将近10亿 怎么来的 我们其他的钱是贷款的 Steven是10亿 就是这么多年 师母当年开始成立建堂基金 而我们才有这10亿买的地下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上帝给你一个启示 我们家会有很多这20年 有很多重大关键的 这好奇怪 就在这个不太聪明的人身上 他下定了决心 比如说我们现在生命和舞团 重不重要 我们太大的影响了 生命和舞团 美临就是师母几次几次 一直盯着他 把他招出来的 神就看到 创意媒体 师母是很不创意 更不媒体 可是他就坚持要有创意媒体部 现在你看到我们的news 看到教会一走进门来 光那个走到 我们每一次的节庆 都是创意媒体部在发展的 我们现在的心灵密度 也是创意媒体部在负责 我们感谢主 神常常透过我们现在的教会 我们用的灵修活泼生命 以前我们士林兰不是用这个的 当时要改的时候 师母坚持要改 对我们教会多么大的祝福 你要知道真的 你一生走神的路 上帝跟你启示 在你的关键 在你的经营里面 就有很多关键性的决定 你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 你就是觉得很重要 你就是觉得要这么做 因为里面有灵觉 有上帝的启示 所以弟兄姊妹 我真看到上帝与他同在 他是一个典型 在世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而弟兄姊妹 这不仅是师母 这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如此 上帝就是要这样的善待我们 而这样的经文 在圣经里到处都是 变成说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尽眷顾他 并赐他什么 荣耀尊贵为卖 看到没有 这里世人算什么 感谢主弟兄姊妹 我们都不算什么 但是圣经说什么 不是因为神 我们算什么 神才做什么 是因为我们虽然不算什么 神却要怎么样 眷顾我们 感谢主 如果我们要算什么 才有眷顾的话 那就排队排不到你了 感谢主 做基督徒实在太幸福了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 我们能什么 是因为我们不算什么 但是他却要眷顾我们 而且上帝喜欢把尊贵荣耀 加在我们身上 他要尊贵荣耀冠冕 这里说他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这一句圣经说 他用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 我好喜欢这一段今天的信息 我今天告诉你 上帝给我们三顶帽子 你记得你是信耶稣 什么叫信耶稣 不要把他当作宗教 不要礼拜天来这里很勉强 今天好想再多睡一会儿 今天你没听到这篇信息 你实在是亏大了 信耶稣要信到里面去 信到主在我们的里面所做的 主给我们三顶帽子 第一顶让我们什么 荣耀尊贵 第二个叫做恩典 第三个仁爱 你天天都要这样的思想 主啊 我天天都要戴这三顶帽子 把它照相照起来吧 回去画三顶帽子 放在你的书房前面 贴在那边 今年神啊三顶帽子 第一顶什么 荣耀尊贵 所以主啊 我必不回 活在卑贱低落的里面 上帝你必会让我在办公室 有尊贵跟荣耀 你第二个用恩典 你用慈爱和慈悲做的 那新约更不用说了 保罗说 在主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 圣经说曾赐给我们 神已经给我们了 而且是什么 各样一切 因为圣经说 哦 神一切都已经给我们了 一切所有的福 都是我们的产业 所以弟兄姊妹 作为神的儿女 怎么会没有美好的人生 怎么会不活出 活出美好的 不可能的 我常常讲基督徒 不可能的 你一定会越活越好 有了耶稣 不可能活得不好 因为耶稣来 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说有了耶稣 你就必然有生命 而且有丰盛 如果你有了耶稣 却没有这两样 那一定不对的 不然就是耶稣乱讲 如果是这样 你信了耶稣 你怎么可能 没有生命 没有丰盛 他来就是要把这两样 给我们的 所以基督徒对我来讲 信耶稣 人生不可能不好的 所以我说这一切 都是因为上帝的话 我用人喊没有用 我不知道有心理 所谓什么 心理作用 但是基督徒 我们不是心理作用 我们乃是根据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神的话 神自己才是我们一切 神保证 所以这是我 就是我对我们生命的信念 恩惠 恩惠这个字 英文叫favor 他说give me a favor 帮助我 给我一个favor 感谢主 圣经 整本圣经 上帝说 我要给你favor 如果有一个老板说 我要给你favor 你去买商店 他说我给你一个favor 今天打五折 这叫favor 你需要帮助 帮助提供特别的好处 并且接受优待 这叫做恩惠 用白话一点的讲 就是神要帮助 你要提升 你要给你好处 所以弟兄姊妹 你可以期待别人 没有的特别的恩典 你要头上带着恩典的冠冕 所以基督徒人生 是很多惊喜的 因为很多的恩典 弟兄姊妹 你要期待 神啊 2019 好多surprise 真的 我生命里面 有好多的惊喜 也很有趣 有上帝的人 是很有趣的 所以信了耶稣以后 你觉得很boring 那是个一定很奇怪的 不可能的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 我们还在美国 这次的聚会 我们大概去服侍吧 那个教会 是我们有点熟悉的 师母就看到 一个年轻人 很游泳 他就 里面有个感动 关心他 他就写一张卡片给他 然后里面夹了一百块美金 就是给这个孩子 年轻人 然后呢 才给出去没多久 等一下 就有一个妈妈 然后就给了师母一个小红包 里面多少钱 一百二十块钱美金 上帝说你的一百块 我收到了 二十块利息 夹给还给你 真的 这个虽然是很小的事 可是你就觉得 好有趣 好有意思 是不是 我有讲过 莫里斯 当他还年轻 刚刚出来 开始传道 没有多久 还没有很多钱 在一个大会聚会里面 神就说 你要奉献一千块钱 给这个大会 对啊 那这样很不简单 要一次奉献一千块美金 那没有什么钱 所以他就很慎重的 在大会祷告的时候 他就把手举起来 把这一千块钱 奉献给上帝 然后求上帝 祝福这一千块钱 有十倍的果效 能够奉献出去 没有想到 就这么样的一个动作 会后呢 有人 神还很远的地方 叫一个人回头看 说你等一下 给那个手举起来的 那个人 给他一万块钱 一个在那边 举起 主啊 我这一千块 奉献给你 求你祝福他 有十倍的果效 很远 上帝说 你回头看 后面那个举起手 那个你等一下 找到他 给他一万块 就这样 会后 那个人就给他 一万块美金 上帝对莫里斯说 你的一千块钱 我收到了 我要给你 十倍的保障 丢子美 有神的人生 真是有趣 而且有很多的惊喜 几年以前 神感动约尔牧师 要把他的节目 放上美国一个 很有名的 很popular的一个电视网 然后他就去 拍代表 去了解 几天回来以后 他们代表 这个谈的结果 说不可能 这家电视公司 他的政策 就是不播放 宗教节目 这个电视台 是不播放 宗教节目的 可是 约尔听到这个以后 他的感动 没有消失 他就说 我们有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必叫他们 打破惯例 神的恩典 能为我们改变 规定和政策 你知道我为什么 喜欢约尔牧师 他对上帝的经历 态度 感受 跟人 一般人是不同的 我们就说 大概 大概这样 那你们换一家电视公司 可是他的想法不是 你看 你们对神的话 多么有用 基督徒 我真的 你要好好学习 然后他就请同工继续洽谈 他说每一次 回来的答案都一样 他每一次听到 这些负面的声音 不可能 他说什么 天父 谢谢你 你的恩典 必叫他们破离 你的恩典 能够使他们恩待我们 弟兄姊妹 你去做业务 每一次出去 你要说什么 神啊 你的恩典 会叫他们 恩待我们 你会使他恩待我 你要去做些事情 主啊 求你要使他们恩待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当中有多少做业务的 你在多少做简报的 你要上台报告之前 你要说 主啊 你的恩典会使他们恩待我 这叫做恩惠 好吗 弟兄姊妹 好好学习 我真的好喜欢 约尔牧师的心灵态度 和他说话的内涵 你知道从他里面流露出来 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依靠 这才是神要的 几个月过后 这一天电视公司 竟然打电话来 跟他们 他说奇怪 我们从来不曾走过 这个 这件事 我们今天决定 打破惯例 播放你们的节目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神的恩惠 没有什么道理 让我们学习 约尔牧师说 你要天天感谢神 使你能够出泪拔萃 神感动人 愿意恩待你 同志妹 你要祷告 向神求 向神感谢 我讲过了 我们上个礼拜讲 你要感谢危机献上 再没有看见 你就感谢主啊 感谢2019 你要使我能出泪拔萃 每一位 你都是卓越的人才 你都是社会的精英 你不会是你办公室的米虫 你一定是神要出泪拔萃的那一位 你要使神愿意恩待你 所以 永远之妹 不要消极懦弱失败的心态 就说我努力了 我做过了 他们说没有用 你要抬头挺胸 你的头上带着恩殿的冠冕 你不要自认为你自己不如人 也许 你的学位真的不如人 但是 神的恩典能够使你卓越超凡 纵此 你的年资是比较短 但是上帝的恩典能够让你获得升迁 我们有一个姊妹是做房地产 她是刚刚入这个行业 结果她去 正好要卖一个房子 结果对方传出来了 另外她的对手 另外也有一个当地的房仲业高手 也在同样的要处理这个案子 所以她的同事一听到说 是那个人 就劝我们这个姊妹说 你不要玩了 你放弃了 因为她你搞不过她 你一定胜不过她的 可是文学长话短说 最后是我们的姊妹 我成交了这个案子 连这位高手都跟她握手恭喜她 你用姊妹 神的恩典必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乏 很多年当我在台北联堂堂 周牧师要选择一个执行牧师 那二选一 那我是其中一个 显然另外一位比我强很多 而这个委员会也决定选她 但是问如何 最后是我做执行牧师了 神的恩典能够使你获得生钱 神的恩典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乏 我在想或许上帝知道 有一天我会去士林 所以必须要执行牧师的历练 一位年轻人去面试 董事会的成员说 你不是我最有经验的 你也不是资历最棒的 不过 你有一些特质是我们欣赏的 所以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要入屈你 但是我们就是要录取你 感谢上帝 神的恩惠叫人欣赏我们 叫人愿意帮助我们 这就是第一个 亚伯拉罕 神以恩惠环绕他 弟兄姊妹 让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都在亚伯拉罕 神的恩惠的环绕底下 第二点是约瑟 耶和华向他施恩 下个礼拜再讲 所以下礼拜就不要错过 下礼拜其实牧师 本来要讲的是 如何支取恩惠 神的恩惠太丰富 没讲完 我下礼拜继续讲 但是我们要继续 我们要进入耶和华的恩惠 我们再次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好不好 请敬拜团 好不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进入亚伯拉罕 说神啊 感谢你 我今年开始 请弟兄姊妹 记得 三顶帽子 你要记得 创世纪二十四章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经历 希望我们都一起站起来 主啊 我不再靠自己 主 我们再次为人 不靠自己的聪明 主 我感谢你 我没有的你都有 我不能你能够 你的恩典会为我开路 你的恩典会叫我 遇见好的机会 你的恩典会赐给我 通达的道路 你的恩惠要用四面盾牌 来环绕我 你要为自己 画这一幅的图画 上帝 你要给我用恩典 作为我年水的观念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 因为不靠人的聪明 不靠我有什么 不靠我没有什么 我也不遗憾我没有什么 因为我活着 不靠我有什么或我没有什么 我乃是靠上帝的恩惠而活 如果保罗是这样的活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活呢 所以你要相信上帝今天要提升你 你想说主 感谢你 今年你要让我活得卷越卷绝 你会让我提升我提拔我 我绝对不会落后 我绝对不会落伍 主啊 你会来恩待我 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 为我们自己听到的信息 一个感动 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噢 绝数啊 我们谢谢上帝 你在我们的里面所成就的名习 绝数我感谢 让耶和华的恩惠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进入上帝你在我们的喜悦的里面 主啊 我何等的感谢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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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你会提升在我们的当中 你会引导在我们的里面 哈利路亚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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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的祷告 把你生命把你最大的需要 把你一些今天来到神的家里面 把你所需要的交托在他面前 相信上帝正在前面 神让他的话语充满在你的里面 让他的能力充满在你的里面 继续的祷告 祝福在我们的里面 祝福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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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好不好我们一个祷告 上帝正为你预备一个蒙恩的时刻 是2019你有新的突破 会有新的机会 新的恩典要领到你身上 跟上帝讲说 你2019要为我预备 我眼睛没有看见的 耳朵没有听过的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灵域 你的位分 你所经营的 上帝要赐你一个眼睛 你所没有看见的 你要相信 虽然拿尔米路德 怎么看都看不见 但是上帝为他预备的 神为你预备的 就是你想不到的事情 你要充满着期待 相信上帝要恩待你 2019你要打破一切的沮丧 我不要再抬头 要不要再垂头丧气 说上帝你是我的上帝 因为有你 我要2019活得精彩 有新这一个蒙恩的时刻 会要领到在我身上 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噢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向上帝支取这个蒙恩的时刻 蒙恩的时刻 阿德里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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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祢 我感谢祢 祢必在我们的里面来做 祢必在我们的里面来做 祢必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祢祝福在我们的东西 突破在我们的里面 我享受在祢的里面 我感谢祢 保守祢的里面 都在祢的里面 我们一起在耶稣祢的里面 我感谢祢 阿们 主啊 我们谢谢 新的一年多么美好 因为有祢 主啊 一切都有可能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勇气 主啊 让我们今年 主啊 在耶和华的恩会里面 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年 祝福 让创世纪24章 那个仆人的一个经历 太美好了 主啊 我们要看见 2019祢吃我们通达的道路 我们看见祢用恩爱 用慈爱指引引导我们的道路 我们谢谢祢 2019祢也必给我们好的机会 谢谢主 但愿我主耶稣祢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来 手荣耀归给主 上天吃我们美味 我们来自带的 他们 siz那些